杰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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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挺喜欢用这些铁锅 但是铁锅的好处其中有一样就是 可以做到一个无水蒸的效果 什么叫无水蒸呢 就是不用加水 然后有蒸的感觉 今天就要为大家做一个 无水蒸的海鲜大集会 材料有任何海鲜 今天选择了的就是 大蜆 沙白 龙虾仔 虾 鲍鱼 这个是跳螺 还有生勾勾新鲜的杰铁锅 这个还有粉丝 浸了水 我喜欢用泰国粉丝的 还有一些芫荽 葱 第一件事 我们当然要清洁海鲜 看看时间的关系 我已经洗干净了 蜆放一点盐 在水里面浸 让它吐出沙 鲍鱼就要拆干净 然后虾就没什么搅拌了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 你可以剪掉酥 就像鲍鱼 那些味道 那些东西 那些食材 那些食材的食材 也都洗洗它 粉丝呢 就先浸水 那不是现在加的 其实这个菜很简单 第一件事 找一个铸铁锅 平平的 加少許油在底部 就防止它黏得太厚 加少許油 接著我們用一個抹一抹 令底部有一層油在這裡 接著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創意 用你的藝術天分 將這些海鮮全部砌在鍋裡 當然之前我們可以佔一些蔥在底部 令它不會黏在底部 令它不會黏,提供一個香味 好了,現在就是砌海鮮的時間 不過,我們在外面的部分 我們要去除外面的盤子 就可以去除外面的盤子 其實這個就是唯一的調味 但其實真的不用加太多 因為那些海鮮的貝殼類 它自己都會吐出海水 然後下一步就是關上蓋子 所有海鮮就即將會一旺熟了 關上蓋子之後 一開始我們用大火 令它燒滾了 然後轉中至小火 煮大約… 你看到它開始有蒸氣 即是滾了 大約五分鐘 然後再關上蓋子 焗7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水滾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些粉絲下去了 為什麼不一開始放呢 因為粉絲在沒有水的情況下 它就很容易焦了 所以現在它已經滾了些水出來 我們就可以壓些粉絲下去 底部 讓它可以吸收海鮮湯 下了粉絲之後 我們就關上蓋子 煮多它一分鐘左右 讓它儲多一點的水蒸氣 然後我們就可以關火焗了 大約五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蓋子 然後加上蔥和芫荽碎上去 好 喜歡的話 可以加少許豉油 如果… 但是其實那些海鮮的鮮味 已經很足夠了 那其實這個海鮮 和你一鍋熟 就已經完成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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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